但是 你不要看他一副肥宅一樣 他可是有人追的喔 跟你們分享一個小秘密 就是吉利卡娃有一種 非常特殊的體質 就是他 是不是很羨慕 Holly Sherry 哈囉大家好 我是Sherry 自從去年我做了啦啦熊 跟角落生物的主題之後 我就發現 天啊 也太多人跟我一樣 喜歡那些IP了吧 看到大家就是非常有共鳴的留言 就覺得我超開心 終於找到這些同溫層 就是平常也沒有人 可以跟我 讓我這樣分享 我喜歡的這些啦啦熊 什麼東西的感覺 所以呢 我這次又要來認識一下 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主題 那我們接下來的Holly Sherry就是 日韓爆炸紅的插畫角色小秘密 Part1 一定要加一個Part1 因為我覺得應該會做第二集 在影片開始之前 說到話題 在影片開始之前 先看一下你們的衣服 是不是我們的巴拉梯 如果不是的話 請看這裡 點擊影片下方資訊欄 或是販售商品連結 都可以買到我們第一次出的周邊喔 不想買就算了啦 反正我也不會知道你們怎麼買 那人家行行好 訂閱我的個人頻道還有IG 我有空的話就會更新一下喔 二選一嘛 看你要做哪一個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那第一個 說到韓國近期有名的插畫角色 夸卡 大家應該不陌生吧 這個夸卡真的是超級可愛 就算你不知道他 也會在路上某一間小店看過他 我身邊就超級多人會用他的貼圖啊 真的是有夠可愛的 而且因為周邊聯名啊 像是手搖飲料店啊 都會出現他的身影 他這一兩年真的是紅爆全台耶 那時候一出任何周邊 就一堆瘋狂迷媚 都會馬上把他買光 像我們隔壁旁的Demi 他就超級喜歡 收藏了一大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前年吳同浩跟他聯名 欸 下面還買不到耶 超級誇張 誇張 誇卡 但是呢我覺得最誇張的是 就是誇卡的作者 戴諾騰 他才22 23左右而已 有夠年輕 真的好佩服他喔 想想我22歲的時候還在幹嘛 那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誇卡誕生的原因 一開始是因為戴諾騰在IG上面 隨便畫了一些東西分享 結果就有一個粉絲 貼了人類跟矮袋鼠微笑的合照給他 請他用他的風格畫出來 結果呢 沒有想到他一畫出來之後 大家都超級買單 所以就開始以夸卡為核心 創造出很多可愛的小角色 才那個網友貼的照片 應該是 我老公跟那個矮袋鼠合影的照片 又怪爆炸可愛 我就說右邊那一隻 瘋子 而且你們有發現嗎 這種動物啊 他就是天生長的 就是一臉非常開心的感覺 always在笑欸 可愛捏 所以作者也希望藉由 夸卡天生的療癒幸福表情 把簡單的快樂傳播給大家 看來真的是非常成功啊 而且他創作的夸卡喜歡的食物就是棉花糖 還住在棉花糖村莊 而且每一個村民都是超級愛吃棉花糖的 短尾矮袋鼠 跟他療癒軟萌的形象很大欸 那除了夸卡之外 他的身邊很常出現一隻可愛的小熊軟糖 BOBO 那BOBO跟夸卡一樣很喜歡吃棉花糖 尤其是在喝熱可可的時候 都一定要放超級多顆進去 感覺很甜欸 這會得糖尿病吧 而且BOBO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小秘密就是 也不算小秘密啦 應該是粉絲們都會知道的 只要他不小心吃到燈泡 就會變成 難怪他很常變色 但認真想起來我覺得蠻好笑的 到底誰 沒事會吃燈泡 你跟我講 肚子都壞掉了吧 小朋友不要亂學 你以為你吃進去會發光嗎 不會 你會去找醫生 再來常見的角色 還有一個棉花糖Mush 他的棉花式目標 就是要尋找 世界上最大最美的棉花糖 甚至還想要研究出 怎麼種出好吃的棉花糖 我猜這個Mush 應該是棉花糖 因為棉花糖 不是用種的 棉花才是用種的 算了啦 就是人家就是一顆棉花糖嘛 他棉花糖很正常啊 這就好強啊 對啊 啊你棉花糖喔 瘋子 那除了剛剛那幾個角色之外 作者還有設計一些 棉花糖村的村民 像是這一個有八字眉 又胖胖矮矮的 Fetty 也算是人氣配角 他每次登場的時候 手上幾乎都會有食物 然後書包裡面也都會塞一堆吃的 而且他超好笑 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還會偷偷狂課零食 就有點像說 小時候做過的事情 就是上課送到一半 覺得肚子好餓喔 然後就偷偷吃 有時候還會吃中午便當 但是 你不要看他一副肥宅樣 他可是有人追的喔 有一位女同學叫Daisy 她每次看到 Fetty吃東西的時候 都會覺得 看到男神 自動把畫面變成慢動作 超級好笑 而且他愛他愛到 還會追著他跑 把人家撲倒在地上 另外還有這個Hetty 我也覺得他蠻可愛的 因為他的帽子就是 永遠拔不下來 而且他如果夏天的話 一定超熱的 還要戴一個毛帽在頭上 跟你們說一個秘密 他超級愛吹喇叭 就是真的那個 嘟嘟嘟的那個喇叭 有一次音樂課 他翻到一支喇叭 但是呢 一開始吹的時候 聲音就超怪的 原來是被一顆棉花糖卡住 之後他每見到一位朋友就吹一次 看來是一隻非常調皮的角色啊 另外還有這個Mr.Brent 他是製造各種工具的發明家 也是一個學霸 在學校的時候 最喜歡搭在實驗室做實驗 而且他還發明了蒸汽機 聽說是為了要讓村民 可以有更多棉花糖吃 才發明出來的 感覺就是 那Quaka的爸爸媽媽 雖然說比較少出現 但是也蠻好認得 因為他爸爸頭上 就是永遠都有 而且每一根都很珍貴喔 他爸爸還會很認真的梳頭髮 小一根都不行欸 然後Quaka的媽媽 是一個嫌棄良母 很會做好吃的食物 聽說也是一位編織高手 我發現他們很受歡迎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作者把他們的形象 就是塑造得很好 就是會讓他們做出一些 可愛的小動作啊 看起來就是又萌又天真 然後畫風也很療癒人心 讓人看來有一種 被治癒 被療癒的感覺 但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這種感覺啦 就是至少我會 小千也會 學家本來說 喔好可愛喔 喔好可愛喔 再來呢 我還想要講一個 就是在韓國出道的人氣角色 其實我一開始看到他的時候 我就覺得 蛤 就很普通啊 應該不會有人喜歡他吧 但是呢 我就是越看越覺得說 天啊 他就是有一種 讓你愛上他的一個魔力 你是我的魔力 這個角色就是Cakaotalk的新角色 Dodo 雖然我猜台灣人 可能比較少知道這個角色吧 但是我還是想簡單介紹一下 他是韓國的通訊軟體 Cakaotalk的新吉祥物 之前跟他們一樣很有名的角色 就是這隻獅子萊恩 還有調皮桃子啦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個Dodo呢 他其實是一坨 因為發酵不完全 所以賣不出去的甜甜圈 你知道一開始的老式甜甜圈 真的就是這樣一坨的嗎 中間是沒有一個洞洞的 那會變成一圈呢 其實是因為在古早的時候 他們的那種老式甜甜圈 就是很長中間沒有熟透 所以之後就有一個船長發明了 就是把中間先抽一個洞 就是整圈都會是熟的 所以才會變成我們看到 然後有一圈的甜甜圈 所以基本上這個Dodo就是一個麵團耶 那Dodo的身邊還有一個小小隻的 看起來長了很多隻腳的Mumu 那這個Mumu 他其實就是製作甜甜圈的麵團 因為在做甜甜圈的時候 不小心被擠了出來 所以他就這樣被遺棄了 而且在這之後 他很傷心沒有人喜歡他 覺得自己很沒有用 結果在這個時候遇到了Dodo 從此就變成Dodo收養的小寵物 他們兩個又整天溺在一起 而且還都很喜歡吃炸熱狗 還一定要加番茄醬喔 Y界有一個動畫是有一次Mumu發燒 Dodo他就很緊張的抱著他衝出去 結果經過醫院的時候他沒有停下來 反而是跑到隔壁的炸熱狗攤 乃了一根熱狗給他吃 結果Mumu超好笑 還自備番茄醬 然後吃完之後他就痊癒了 超可愛 超級可愛 你知道 女朋友在鬧脾氣 然後男朋友就很緊張 趕快跑出去買他喜歡吃的甜點給他 然後吃完就好了 然後我還記得另外一個很好笑的劇情 就是有一次Mumu在寵物店 看到他心儀的對象 然後他很霸氣的掏錢給老闆說 我要買他 結果下一秒 他就被老闆抓起來賣 超級好笑 而且之後呢 他的主人Dodo就發現了 然後就帶了兩個警察登場 結果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他只是因為Mumu偷了他的錢 所以他就把錢拿回來之後 他就把那隻關進去 然後又跑走 另外他們兩個 還很喜歡Cosplay成電影 或是動漫的角色 搶著庫洛魔法石 還有終極追殺令 另外還有柯南 魯夫 小丑 鋼鐵人 跟冰雪奇緣之類的 很可愛耶 我覺得他們抱起來 應該就是那種 軟綿綿的感覺 跟那個麵團 摸起來感覺一樣 沒有想過我這輩子 竟然會被兩團麵團收服 而且我發現 Dodo跟Quaka的共同點就是 他們都不會講話 都只有可愛的音效耶 你有發現嗎 而且Dodo的音效聽起來超怪 其實我覺得他們這樣也是蠻聰明的 因為如果我是幫他們配音 然後配音的人選得不對的話 就沒有人要買單了 如果Quaka是娃娃音 哎呀 來買一張我的小卡好了 嗯 怎麼沒有掉出來啊 爛機器吃掉我的錢耶 爛死了 這個Quaka 很厭世很暴躁 如果貓貓是魔獸鷹的話 啊肚子好餓喔 喔吃個蛋蛋好了 好好吃的蛋蛋 最愛蛋蛋了 耶 讓你的幻想破滅 好啦下一個就是超多人敲碗 想要看我分享的吉卡瓦 吉卡瓦 我一開始是在LINE上面 很常看到朋友用他的貼圖 而且這一陣子真的是 越來越多他的周邊耶 而且我是一查才知道 他是跟Joke貝爾智超雄 同一個插花家設計的 那個智超雄我也很常看到 我有超多朋友在用他的貼圖 那他的誕生過程是蠻有趣的 一開始吉卡瓦只是因為作者 想要逃避現實 創作出來的角色 結果沒有想到 這個角色越來越受歡迎 所以之後又做了連載漫畫跟動畫 聽起來很忙耶 本來只是想要逃避壓力 結果沒有想到更忙 我還查到吉卡瓦原本的名字 超級難念 叫做又小又可愛的傢伙 你不覺得念起來就是有點饒口 然後又很難記嗎 所以之後他們才會簡稱為 那除了吉卡瓦 這隻白色迷洋生物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有藍色頭頂的 跟很調皮的黃色小兔兔 而且他們的動畫 有幾件超特別的設定 我覺得超神奇的 像是吉卡瓦竟然不會講話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就想說 這是國王排名的波及吧 就是一個不會講話的小朋友的感覺 反正吉卡瓦的個性就是不會講話 膽小又愛哭 像一個小嬰兒一樣 則會發出各種撞聲詞 反而是小巴貓的台詞最多 然後就像是一個家長在照顧小孩的感覺 超級特別的 另外一個也是蠻酷的地方就是 他的故事劇情啊 很多都是很貼近我們的現實生活 就感覺像是身邊周遭人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看到的時候就會有一種感同身受 或是讓人會信一下的感覺 像是有一次是吉卡瓦要去考除草檢定 小巴貓就會一直拿著試題本出題考他 然後還會去當陪考家長 超可愛的啊 而且在放榜的前一晚 小巴貓還會擔心到睡不著 這超好笑 跟你們分享一個小秘密 就是吉卡瓦有一種 非常特殊的體質 就是他超會中大獎 是不是很羨慕 我也想要有這種體質 年輕人終究是年輕子 有一次他為了想要獲得一個 壽喜燒套組 就很大方的買了一堆布丁 給小巴貓還有兔兔吃 然後就收集布丁的包裝 拿去參加抽獎 結果沒有想到還真的給他抽中了 更誇張的是 他也曾經抽到一間房子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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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羨慕 我到底中過什麼啊 警官 雖然說他一開始就是因為 被做成兄弟梗塗紅的 但我 對啊 兄弟 但我覺得動畫中的小巴貓 就是一個很貼心的大哥哥的感覺 很會照顧人 又很開朗樂觀 然後又很勤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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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視野太床了 你很高 而且我覺得他應該是很窮的一個貓 他應該是流浪貓吧 倒比要的是仔細講序 他就是啞巴 就他住的地方超破爛欸 他連被子都是那種破破爛爛的感覺 好可憐 好想送他一條貝貝 然後每次吉利卡巴做了什麼事情啊 他都會給他正面的反應或是鼓勵跟安慰 就是個大暖男 那個喂 然後像是另外一隻黃色兔兔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搞笑擔當 因為他每次的行為都會讓我有種 哇 他怎麼會這樣做的感覺 還蠻好笑的 像是有一次就是小巴貓跟吉利卡巴 一起在喝養樂多的時候 他們就是直接從瓶口撕開 或是直接 戳一個洞喝 結果呢 黃色兔兔偏不要 他直接咬破瓶底喝欸 很有個性啊 就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兔兔 我覺得這些反差感 就是反而讓這些角色蠻加分的 大家都會對他們非常印象深刻 好啦那最後一個要來介紹的是 在日本也很有名的 胡子碰碰 去年吳童號跟他聯名的時候 我才知道這個小角色 結果我一查 我真的 因為他竟然已經出道 超過十年了 我竟然去年才注意到他 十年前我才剛成年 那胡子碰碰的作者 是日本一位療癒系的插畫家 金澤信 創出來的角色 因為他一直覺得說 就是有一個厚厚的鬍子 是代表一種幽默的感覺 像是珠鼻林那樣子 所以他為了要創出這一個 可以給人家溫暖 還有好心情的角色 才會把胡子碰碰 設計成有鬍子的形象 這樣也有鬍子欸 好啦 那胡子碰碰的設定 就是一位非常熱心助人的畫家 總是充滿好奇心 也很喜歡挑戰很多新鮮事 在繪本裡面 也可以看到他 總是在幫助別人 替身邊的人著想 算是一個很勵志 也很有愛的角色 而且他有點擺變怪的感覺 他的身體 他應該是吃的香蕉果實 嗯 在冰箱裡 很難吃 狗版魯夫 那這個IP裡面呢 也有很多配角 其中讓我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這一隻 烏龜卡咪 你不覺得他長得真的是 超級有喜感的嗎 不注意都不行欸 他看起來就像是 但是呢 他的個性又很反差 因為他竟然是一個 很愛哭 又很愛撒嬌的男生 還非常崇拜胡子碰碰 順便教大家以下 烏龜的日文就叫做 卡咪 所以念起來就是跟卡咪有點像 這個欸 這個日文很好記吧 烏龜的妹妹被卡到 卡咪 另外還有一個很有趣的角色 是一朵花 叫做羅德利格斯 他好可愛喔 雖然說這一朵花 總是面帶笑容 但他內心深處 其實會覺得很自卑 你知道為什麼 這些角色會有這些設定嗎 其實是因為這些角色 都是作者 他參考自己身邊的朋友 畫出來的喔 難怪那個烏龜卡咪 那麼像 是真的人 Jump T光頭 就會長這樣 漂亮啦 好啦 那今天可愛的日韓插畫角色 就介紹到這邊囉 我覺得這些插畫角色 或是吉祥物被創造出來 其實都是想要傳遞給我們一種 正能量訊息 需要被療癒一下的時候 就可以去看看他們的作品喔 或者是也可以玩這個 艾斯迷迪士尼玩總 迷你歡唱炫彩立體聲 藍牙喇叭麥克風組 超級成本名字 他就是麥克風組 我看看他要什麼模式 男變女 欸 嗯這個 可是我本來就是女生啊 女變男 欸 對 這個才是男生的聲音 有過第一層的 娃娃音 娃娃音 這感覺就是我的聲音啊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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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們遊行白攤的時候 也是帶這個去叫賣 然後我就用那個 因為他有很多種模式 比如說娃娃音啊 魔獸音啊 女變男男變女這樣子 然後我就在那邊 用那個聲音 然後在那邊叫賣 結果每個人經過說 這個人在幹嘛 呵呵呵呵呵呵 好喝水一起拿這人 喝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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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一台蠻方便的 是因為它有一個 行動KTV的功能 就是你這樣一組帶出去 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開場 然後它還有一件 去人聲的功能 就是你只要可能 YouTube連上去 你就可以直接去掉人聲 然後開始開唱 它只能接藍牙嗎 它這台可以接藍牙 然後它也可以直接插那個SD卡 或是你用那個音源線 播音樂也可以 很方便欸 而且它是Tab C充電 這一台文一像原價好像 快2500吧 然後現在它有特價 是1450 過年的時候 還可以大家一起唱歌 其實我前陣子 超級想要用這個去嗆鄰居 因為我不知道 我們哪一樓的鄰居 會一直抽菸 然後我就想說我就拿這個 不要再抽菸了 抽菸有害身心健康 26號前有免運喔 我禮拜六的時候 因為肚子超餓 所以我就自己一個人 買了雙層牛肉吉士堡跟大薯 還有一杯紅茶 再加淨辣香雞翅 吼十分鐘內全部都夠 可是 十分鐘 爽死 我們本來就是這一集播出去之後 我們的訂閱直接掉到七十萬 太多了 哈哈哈哈 有人這樣罵人嗎 沒有吧 我發明出來 超級可愛 你棉花糖喔 你棉花糖 我剛才知道 你心想就聽到 你駕得燥紙 你是不是 會欸 不想要 我 你 感谢观看